北安碼頭利用率低,不過造價卻是天價 超之嚴重,工程更是被坊間認為是和輕軌一樣的大白象工程 你看整理報導 報知38億佔地20萬平方米的北安碼頭啟用接近兩年 但使用率嚴重低下,而且曾經爆出各種問題 一直被坊間批評是浪費資源 回顧這個大白象碼頭,在建造之初就已經出現問題 北安碼頭於2005年開工 原先預計2013年員工開始營運 後來稱延至2014年第二季,及後再延至2014年底 開放下層停車場給公眾使用 而碼頭主體則是直到2017年6月才正式啟用 在預算支出方面,2013年比審計處揭發嚴重超支 由5.8億飆升至32億8千多萬,引起當時社會嚴重批評 同時也有聲音質疑到底有沒有實際需求興建這個巨額碼頭 而在正式啟用一年後,碼頭停車場被爆出 因為漏水而長期封鎖,再次引起社會批評浪費資源 而日前,停車場又傳出因為經營不善而要促銷,更是令人提笑皆非 另外,碼頭主體在未落城的時候就已經有聲音質疑 港珠澳大橋落城後根本沒有碼頭的勇武之地 但政府仍然堅持碼頭會為海事活動帶來積極作用而繼續興建 時至今日,仍未見碼頭為澳門帶來足以回報超支的收益 但碼頭極低的使用率已經證明了過去社會的擔憂 碼頭除了為澳門帶來一筆龐大的支出外 根本沒有值得興建的理由 我是維持記者綜合報導